第二试题,力宏跟小明拉车子失败后,力宏逝则开车用1000公斤重的力推动车子,但车子一动也不动,试问关于此时车子的受力下列何者正确? A. 车子受合力为1000公斤重,错。我们车子不会动,所以表示合力为0,所以它的合力应该是0,不是1000公斤重。 B. 车子体重为1000公斤,这也是错的。我们这个叙述里面只知道失败1000公斤重,不晓得车子会有多重。同时它的单位也错了,重量的单位是公斤重而不是公斤。 C. 车子所受净摩擦力为1000公斤重,这个是对的。因为我们拉它而不会动,表示受到一个摩擦力,这个并没有动,所以要说净摩擦力。 那么两个合力要是0,要大小相同,方向相反,最后再调直线上。 所以我们的净摩擦力也是1000公斤重,选项C是对的。 选项株,车子所受的最大净摩擦力为1000公斤重,这个是错的。 最大净摩擦力是恰可移动的时候的净摩擦力。 那么这里我们看不到它是恰可移动的状况,所以它不见得是最大净摩擦力。 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下列合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车子受到净摩擦力1000公斤重。 我们下列合者正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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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列合者